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奔放了 她竟然和两个男人合租在一起 女人下班回家 还在客厅毫不避讳地脱掉衣服 露出热辣的身材 而合租的邋遢大叔就在一旁 还啃着女人吃过的苹果 吃他剩下的大茶粥 让人看得想作呕 女人来到另一个室友小强的房间 看着一地不知擦过什么的卫生纸 瞬间勾起了让人联想的画面 邋遢大叔见此情况赶紧帮着清理纸巾 然后爬上小强的床 两人一起坏笑了起来 男人住在一起 翠花是一名很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 每月都和精神病患者打交道 此刻她正面临一个棘手的病人 患者因为患有性别认知障碍 竟然去做了变性手术 家人却认为她患了精神病 给她一顿胖揍打的鼻青脸肿 翠花上班时 突然接到室友大叔打电话求助 想让他帮忙去参加一个节目 因为大叔两年未见的老婆 两个小时以后又要坐飞机离开 大叔的身体告诉自己 现在需要抓紧时间做点什么 由于男友是节目的导演 在软磨硬泡下翠花最终同意了参加 节目还有一位嘉宾 竟然是很出名的作家傻根 翠花曾经也是傻根的铁杆粉丝 但因为傻根一次意外后作品 就挺更烂尾了 翠花一气之下从迷妹变成了小黑粉 今天的节目主题是让作家 和医生进行一场辩论赛 翠花表示无所谓 反正自己是临时被拉来救场的 也不想跟曾经的偶像过多交流 节目开始前傻根还贴心地问候翠花紧张吗 告诉翠花深呼吸会得到缓解 翠花觉得傻根可笑至极 告诉傻根还是管好自己吧 自己可一点也不紧张 没想到一出场 翠花的宗旨就是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可看到傻根幸在乐祸时 翠花有些破防 两人都是自己行业的精英 辩论可谓是势均力敌 一场激烈的辩论下来 谁也没占到便宜 两人你来我网节目效果精彩极了 掌声此起彼伏 终于节目圆满结束了 傻根随后被一群粉丝围住签名 他喊翠花等一等 可翠花懒得搭理 他头也不回地就往外走 男友送翠花上车前 还不忘贴心地提醒他 马上就到了交往三个月的纪念日 自己已经订好了酒店 明白人都懂的 翠花刚坐上车 看见傻根急忙追了出来 于是赶紧让司机开车 看到这一幕傻根却笑了 原本是有个大瓜想告诉翠花 自己跑了可就别后悔 这个闺蜜简直堪称优秀 表面上跟翠花姐妹情深 背地里却跟翠花男友偷摸吃着棒棒糖 难道自己姐妹男友的棒棒糖这么香吗 刚才的那一幕刚好被傻根撞见 本来节目结束后 傻根想给翠花爆料这个大瓜 但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翠花了 他总是躲避着自己 随后傻根来到夜店摇头 帅气多金的他一到这里就被美女围了起来 突然傻根在舞池中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真是想傻来傻 傻根赶紧也窜进了舞池里来到了翠花面前 看到傻根的翠花瞬间没了心情 转身就要逃离 傻根追上去叫住了他 他拿出两颗口香糖 开始解答之前辩论时翠花出的难题 而翠花则敷衍起来只想快点离开 突然一个男人向他迎面而来 紧接着一个飞脚将翠花直接踹到楼下 随后他拿起垃圾桶就朝翠花砸了过来 还好傻根眼疾手快一脚将他踢开 两人扭打在一起 谁知翠花竟拿起花瓶对着傻根的头砸下去 这是什么情况 恩将仇报吗 看了一眼傻根的伤势就让他赶紧去医院 自己则追了出去 气愤的傻根顾不上自己的伤势也跟着跑了出来 一场追逐大战一触即发 原来这个男人是翠花的病人 翠花不能放任他这样在外面乱跑 没想到病人竟开走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翠花正手足无措使傻根开车追了过来 翠花直接上车告诉傻根男人是精神分裂患者 如果不抓住他会误伤别人 翠花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通知医院赶紧过来 傻根也在路上跟病人上演了速度与激情 就这样一直追着 天都要亮了汽车马上就要没油 傻根只好铤而走险 冲到前面把车子拦截下来 这技术真的是太溜了 刚好停在了悬崖边上 翠花处理完发狂的病人后 突然想起了傻根头上的伤 于是脱下了背心开始给他包扎伤口 我也是没看懂 两人这奇怪的包扎姿势 翠花还没等给傻根包扎好 突然就因为体力不知晕倒了 傻根瞬间懵了 汽车没有翠花昏迷自己还受着伤 最后等不到救援的傻根 抱着翠花缓慢地前进着 突然傻根因为失血过多也昏了过去 一个精神病患者和两个精神科医生 外加一个帅气多金的作家 他们住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傻根从昏迷中醒来 翠花又跑了只留下一张字条 傻根觉得十分可笑 把纸条揉成一团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没想到摔不过三秒又捡起了字条 看了一眼翠花的电话 然后直接拨了过去 此时的翠花正慌忙地赶往医院 接到傻根电话后 让他有屁块放自己忙着呢 傻根咬牙切齿地说 翠花慌忙地赶到医院 是因为他之前不同意自己 其中一个患者出院 没想到家属不听劝告强行出院 回家之后复发病情直接跳楼 幸好没有太大问题 翠花直接抱怒吐槽家属 为什么不听劝告 真是医者父母心 翠花确实是对病人无私奉献的医生 随后领导又给他安排了特殊的患者 这位男患者除了喜欢喝点胶水 吸点煤气伤害自己以外 还有个特殊的癖好 就是喜欢画人体的私密器官 这个真是有些难搞 如果一旦阻止他画 他就会失眠抑郁 得尽快让他接受治疗 这个棘手的任务 就交给优秀的翠花了 翠花看着他画的话 简直是辣眼睛 画面一转 傻根回到公司后才知道 前女友基本上原封不动地 抄袭了自己的作品 没想到还反咬傻根是抄袭他的 还卑鄙地申请停售傻根的书 同事忍不住吐槽他 你和他打扑克就打扑克 在床上说 说情话就行为什么还聊作品 傻根说如果你不想公司关门 你最好请个好点的律师起诉他 在公司召开紧急会议上 同事们依然在指责 傻根不该在床上说那么多 傻根回对 如果在床上把小说从头到尾读一遍 他就能把里面的细节和内容 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抄袭成书吗 果然作家脑子就是好使人 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抓到把稿子泄密给前女友的人 傻根心情虽然不受到影响 但生活却被影响到了 记者们肯定都在他家门口蹲守 他必须要重新找个窝壁避风头 但他只是短租两三个月 还要根据自己喜好改造 这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 同事给他推荐了一个地方 那里有两个比疯子还疯的精神科医生 还有一个没事就抽的病人 跟他们住一起没准 对傻根写小说还有帮助吗 同事见傻根不感兴趣 赶紧拿出视频 看见翠花后傻根来了兴趣 当即决定就住这里了 可傻根在门口把零都快按烂了 也没人去开门 这时翠花只好裹着刚洗完的头发去开门 虽然傻根在来之前已经对合适室友们有了大概的了解 但当真正接触时 傻根才发现自己有点过于乐观了 当看到小强发病时傻根瞬间被吓蒙了 无奈只好回到自己房间 随后大叔带着小强找到傻根 大家互相介绍了一下 介绍完毕后傻根说你们可以出去了 这时小强说自己患有抽动综合症 现在经过大叔的治疗已经很少发病 这也算是提前给傻根打个预防针 傻根赶紧表示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刚刚确实有点失态 以后就好了 傻根又问大叔住在这里有什么规矩 大叔说只要按时交生活费 其他的规矩都不重要 两人刚走翠花啃着苹果也来串门了 他见房间收拾的整齐画衣 便问傻根是不是有强迫症 傻根反问你的房间呢 没等翠花回答直接奔向了他的房间 翠花的房间非常符合大多单身少女的习惯 风格相当的洒脱 翠花赶紧把房门关上 美女的闺房可不是随便就能让人看的 傻根说如果你们没有定规矩 那就按照我的规矩来吧 不过傻根终究是小看了室友 当傻根想要喝水时 刚接好一杯水连杯子都还没碰到 就被小强直接端走了 第二杯依然和他没有缘分 这真是让他无语 难道是自己最近太倒霉了吗 傻根来到前女友家门口 没想到前女友闭门不出 见到人后傻根说道 我们的关系竟会以这种方式收场 前女友义正言辞地说 小说人设都是我创作的 我记得小说的每一个细节 傻根开始念起了小说片段 这段是最终修改的段落 所以才会重新印刷 而他当时只把文件给了兄弟大胡子 所以他很清楚泄露作品给你的人是他 傻根猜得一点也没错 此时的大胡子躲到了窗外 傻根说大胡子的车就在楼下 是在掩耳盗铃吗 前女友气愤地说傻根根本不爱自己 相恋两年在一起时间加起来不到两个月 难道自己只是牌友吗 傻根说你把我们的关系总结的真相 不过就算是牌友 也不代表你可以和我的兄弟给我染头 大胡子在窗边刚要爬上去 就听到傻根砸车的声音 花盆棒子全用上砸的那叫一个爽 一个是前女友 一个是好兄弟 最终傻根还是放弃了诉讼 那本书就当没写过吧 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